我的痔瘡上岸了 现在还剩4盒的马云龙 想扔也有点不舍得 毕竟当时买的时候还挺贵的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 方法免费的给分享给大家 有时候我 觉得要是比较丢人了 我也不想拿到网上来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 方法如果藏在我的心里面 不给大家说的话就感觉很难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看到很多网上人都在那个 因为这个痔瘡这个问题 一直在那个 各种买药呀 各种改变生活习惯 然后那个做手术啊 最终还是一二再再二三的犯那个原因 但是我把这个问题 已经根本上解决了 所以我要把这个 答案说给大家 怎么说呢 好像是去年吧 去就感觉不太舒服 然后就找那个 区院看一下 医生做了一下那个 指检 他就说可能是那个内置 说应该是一二期的内置吧 从那之后我就 特别在意了 怎么个在意法呢 就是说 我又把那个辣椒给戒掉了 就是吃饭一点辣也不吃了 然后把那个白酒也剂了 吃饭反正也是特别规律 也是一个是吃饭散散规律 第二个是吃的也是比较健康的 就是 也不是特吃的特别油腻吧 就是说比较健康 有荤有素 油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盐也不是特别重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感觉 如果突然来一个什么上火呀 或者便秘啊 那个症状还得回去犯 特别是有时候 注意到人生气的时候 他也是无缘无故的去翻那个症状 就是说你没有那个 你已经把已经养得很好了 也没有乱吃什么了 你也你也没有上火 又感觉突然又犯了 从那之后 我就从好像有一个阶段 就能够 就这种情况 从那之后我就 泡干泡菜了 就偶尔也吃那么一点辣 但是我发现我吃的 只要不是特别辣的情况下 他其实那个 症状也不会犯 最近一直犯的应该是在 春节过年的时候 当时 在家吃的就是比较 放得开嘛 大家基本上经常吃肉 然后吃菜吃的也比较少 应该是 上火了 然后导致便秘 然后就开始犯了 反正 后来是回到 回到那个北京之后 我又 无意间在那个逛那个知乎 刷了一个帖子 有关于这个症状 我就点击去看 他就说 这个情况 用中医的角度来说 主要是那个 湿热下注 就怎么相当于 相当于是一个 按照正义来说 他一个脾胃 和那个小肠 他有无形之间有一个 类似有一个膜吧 你这个 脾胃这个 脾胃不好的情况下 你那个热气就会下攻到这个 相当于漏到这个 小肠下面 就导致小肠里面那个火 火比较大 因为他这个你肠胃不好的话 那个火气就会下入到这个 小肠 相当于是你本身 湿气过重 但你湿气过重 你怎么办呢 一个是用中药 我是觉得比较麻烦 第二个说也可以是 通过锻炼的方法 提升你那个自身的阳气 你想想 地上如果湿的话 太阳如果出来之后 是不是可以把 把它晒干 所以说你可以提高身体 里边那个阳气 通过锻炼的方式 提升阳气之后的那个慢慢就好了嘛 将来湿气没那么重了 然后 你即便是吃的稍微 没那么健康的话 也不会再犯 你看我是最近是 加了这个马步 还要练了这个 单杆 你看我这个单杆 之前那个单杆是 这有剪 就是那个剪的 后边这也有剪的 所以你要只要通过这个 一个是通过锻炼 把那个身体的湿气排出来 还有这个 作息也比较正规